假以兩砝碼以細線相連並跨過定滑輪 使兩砝碼距離地面相同高度 如图一 当由禁止自由釋放後 假砝碼下降 以砝碼上升 如图二 假設細線跟定滑輪的重量不計 且細線跟定滑輪之間沒有摩擦力 在砝碼運動的過程中 哪一個推論最適當 好 同學來我們看著 在我們第一個圖裡面 他們本身它是完全不動的 高度是一樣 你釋放之後來 假往下掉 你看到圖二 假往下掉 所以假的胃能在 胃能喔 假的胃能 我們看胃能就好 假的胃能一定在減少 乙往上升 那乙的胃能呢 乙的胃能會再增加 所以乙的重力未能增加 那答案我們消去之後 就只剩下B跟C了 B跟C問題來了 因為假原來不動 原來不動 後來假往下動了 有了速率 所以原來沒有速率 後來有速率 所以它本身的動能在增加 所以第一題 當你釋放之後 假的動能增加 乙的胃能也再增加 答案是選C 答案是選C 好 第二題 有關人員的利用跟開發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核能發電是利用化學能轉成電能 核能 核能 所以就是核能變成電能 好 使用煤做火力發電的人員 注意 非 灰 好 這就是我們的空氣汙染 燃燒完之後 像我們在燒紙前最後那些灰 燒到不能再燒的 這叫非 灰 好 所以B是正確的 石油跟煤等含量有限 如果不盡早開採 一從地底下流失而枯竭 不會 這個你開採完之後用的話 反而能亦造成我們整個地球的 溫室效應 空氣汙染 好 所以這個C不對的 太陽能的電池有很高的轉換效率 太陽能是最乾淨的人員 可是它的最大缺點就是轉換效率比較低 好 所以是個答案裡面 唯一正確的 唯一正確的答案我們是選B 答案是選B 好 底下 下列有關核能發電的敘述 何者是錯誤的 核燃料可以產生比同質量 鎂跟石油各多的能量 沒錯 這個我們愛因斯坦提出來的 質能互變 核能的話小小的質量轉變 就會釋放出很大的能量 好 這是對的 核電廠的反應爐需要能使用 能夠阻擋放射線的圍主體來遮蔽 沒錯 因為它過程中 因為核融核在我們的目前地球上 是沒有這樣的核電廠 核融核有一個好處 核融核的核廢料是沒有放射性 可是我們現在沒辦法去控制它 地球上目前所有的核電廠都是核分裂 那核分裂的產物它是有放射性的 所以一定要有一個遮蔽體來避免這個核輻射外洩 所以這個答案是對的 核燃料中具有放射性的原子 經過核反應之後 會變成沒有放射性 錯 因為核分裂的 核分裂的廢料它是具有放射性的 所以這個第三題的錯誤答案是選C 答案是選C 好 為了抽取大量的水來冷卻發電機組 所以核電廠才建立於海邊跟河邊 沒錯 因為整身機器在運轉中 一定會產生熱 都需要用水來冷卻 好 第四題 一個質量為五公斤的物體 做直線運動 其VT圖 好 速度跟時間的關係圖 如右圖 如負圖 來 關於此物體運動的敘述 何者正確 何者正確 好 同學來 我們看到圖形上面來 老師直接在圖形上面跟同學講很基本 因為0到5秒 0到5秒它有加速度 有加速度的話 它本身 注意喔 它是等加速度 等加速度的話 它就是合力固定 所以0到5秒應該改成 合力不為0 但是合力固定 所以A不對 第二個 10到15秒 10到15秒 來 它本身 注意 它本身的V 看 注意 V就好 這個V是越來越小 所以1 2mv平方 越來越小 沒錯 所以A 注意喔 它問你動能 0到15 來 0到15 0到 10到15 10到15不對 5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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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到10是動能越來越小 5到10是動能越來越小 可是10到15 變成動能又越來越多 好 這是分兩段喔 老師在圖形上跟同學做記號的 5到10 它本身速度越來越小 1 2分之1mv平方就越來越小 可是10到15 老師跟同學講過了 動能不需要管方向正負的 它的速度 它的速度的絕對值 我們講速率越來越大 所以它的動能是越來越大 所以V應該改成越來越大 10到15秒的地方 15到20的時候 15到20是等速度 等速度就是合力為0 這是我們之前牛頓第一運動定律有學 所以正確的答案是選C 答案是選C 好 最後一個 20到25 它說物體越來越接近出發點 越來越接近出發點 來 同學你要特別小心 因為它的面積20到15 它都在T軸以下 它都在T軸以下 它的面積也是越來越大 它這個地方跟出發點的距離 還是越來越遠 它們都是負的 所以20到25 雖然它的速度是在減小 可是本身注意它還是朝同一個方向 所以它離出發點還是越來越遠 這在VT圖的地方老師有跟同學講過 好 接下來我們看到 在長度一定的光滑斜面上 使一顆球字斜面的頂端自由滑下來 如圖所示 好 來我們看圖形 如圖所示 好 滑下來 如果改變斜面跟水平的夾角 好 0到90度慢慢變大 通過A點的速率 會隨著夾角增大有什麼變化 來來來 光滑 光滑 同學 這地方關鍵在哪裡 它現在你要特別小心 從頂點下來的話 假設這個地方固定的話 這個地方固定 現在關鍵就在這裡 這裡的長度固定它一直往上走 好 我們用簡單的兩個圖來畫就好了 在這個位置跟在這個位置 因為在這個位置來 它的高度 垂直高度 它的垂直高度H MGH是越來越大 從這裡到這裡 它的高度越來越大 高度越來越大放下來 因為沒有摩擦力 所以往下移的時候 這個H越來越大它越來越大 所以它轉成1 2mV平方下來的時候 位能會轉動能 一樣的也會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所以當夾角越來越大的時候 會造成這個H越來越大 H越來越大 轉成動能越大 速率就會越來越大 所以第五題答案我們選A 答案選A 好 底下下列有關各種發電方式的特點敘述 何者是對的 風力 僅有部分地區有足夠風力 且有不穩定的現象 對 風還要我們要考慮風向 所以它不穩定 沒錯 火力發電以火山為熱源 不對 火力發電最主要是燃燒石油燃燒煤炭 所以B不對 核能發電是以太陽的核反應不對 我們是用核分裂 太陽的反應是核融核 而且我們也不是從太陽那邊移燃量過來的 所以應該 C應該改成什麼 C應該改成太陽能 太陽能才是藉由太陽的熱 第四個答案 水力發電是利用流速較大的海流 不對 它是利用我們河流水流的高度差 水流的高度差有未能轉成 水的未能來轉成動能 再來轉動發電機變成電能 所以它不是利用流速 是利用它們的高度差 河床上有高度差 建造水庫造成水有水位差 造成有未能 那未能再來轉成動能再轉成電能 所以唯一正確的 唯一正確的只有答案是選第一個